小時候,我覺得粵劇是很吵的 還有很高音的 我印象中,上一輩的師傅應該是很兇的 他們是要徒弟由很基本的造型 不只是學技巧,怎樣去唱曲 是他們要抹地,要去做打閘 去磨練他們的耐性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苦差 難得深澤開班 把握機會很好學習 太好了… 你好,掌聲 你好… 深澤,你教他們了嗎? 掌聲妹 他們可否有趣 在裡面 不,在這裡轉動就像開奶 對… 在那邊吃飯 慢慢吃,他們很吃 對,你們… 我沒想過是這麼困難的 跟我想像中很不同 對…就這樣,太好了 太好了 我們給握手掌 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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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撿開… 你猜這麼容易嗎? 台上一分鐘,台下十年功 阿Moon,真的要幾分鐘 你是不是打雙手掌的? 你試試看 阿Moon,你試試看 太好了… 我給你掌,Moon姐姐這個 是比較厲害的 好啊 雙手掌的正確打法是這樣的 你試試看嗎? 看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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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 不行 是怎樣? 不行 非常正確 對… 突然覺得自己很粗魯 因為我真的有點麻痺 但有些女性的跳舞 我完全無法跟隨 無論是現代還是粵劇 女性的舞 其實我也是很害怕的 坦白說 我覺得MUN有很多地方要改進 例如腰腿 直板板就不漂亮了 這些細微的東西的確要慢慢來